四艘海警船 今天又闖進了金門 禁線制水域 台海警級情勢是不斷的升溫 各界關注川普商任後 會不會中斷對台的無償軍援 專家直言以他商人的個性 勢必會要求台灣來繳交保護費 而且這價格恐怕還會繼續的提升 更別奢望川普會承諾協防台灣 呼叫中國海警 14521 你已進入中華民國禁線制水域 15號當天 從早到晚四艘大陸海警船 輪翻闖進金門進線制水域 被我海巡驅離 他還緊張情勢不見轉機 接下來川普總馬上任 軍事專家示警 美國對台軍援恐怕曾變數 川普的目標核心價值 他都已經講出來了 就是要美國再度偉大 他就要錢 他怎麼可以無償奉送給你 一定是有償的了嘛 就算川普沒有中斷軍援台灣 看過去拜登無償軍援台灣的武器 不是過期 但要就是發霉防彈背心 而專家說 別希望川普會給台灣好的武器 以川普的個性 更不可能有提供新式的軍援給我們 甚至於連既有的 原來簽訂合約的保養的零附件 他可能也會提高價格來賣給我們 台灣也應該要提高警惕 多於川普的前幕僚也警告台灣 川普未必會像拜登那樣承諾 解放台灣 憑什麼要我美國來保護你 你的國防預算 你的國防經費那麼的少 沒有到達5% 憑什麼要我美國跟你做保證 做保障或做保護 川普他上任之後 他為了要跟中國打交道 是想要靠美國來協防台灣 根本就不可能 那我們就要思考 如何在政治上面 跟對岸能夠取得一個 和平的相處的一種模式 這才能夠確保兩岸之間的和平 看看川普在上岩上的個性 就怕台灣即使交了保護費 也未必換得到美國的庇護 第二章的明星光好台北報導